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在昨天介绍完空手P的流氓熊猫之后 今天我们来介绍大家最期待的也就是怪力 在第二十季双背凤环下修多数格斗系宝可梦都因此而沉沦的情况下 怪力却始终藏着原本绝版招式的空手P能在目前的对战中使用 四次下一集就能够使用十字P整体的出招速度以及压迫力算是满足的 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如何在目前高杰盟跟主流的角色们板手万发 好 今天由Jake玩家再次来提供对战影片 什么阵容是暗影怪力第一只 后面的话分别有加热地区的两只角色 双荡瓦斯以及泥巴鱼 连在配阵上来说两只带炎崩的角色 在这一季的伤害量是有下修的 是比较可惜啊 好 这一集的第一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对战 那首场的话看到的是毒枣龙 这边毒系能够抗格斗 那这边的话并没有直接换脚 反倒打了几个空手P之后才让泥巴鱼上来 泥巴鱼本身地面系 毒枣龙能供水流位来打 加上目前的地震跟炎崩已经不是早期那个伤害量了 所以要打毒枣龙其实是比较辛苦的 加上毒枣龙水流也在近期也有伤害量提升 所以我们在以往第八季的时候使用毒枣龙攻顶的那个赛季 遇到泥巴鱼确实非常难打 但目前的状况就不一样了 反倒让也认为毒枣龙面对到泥巴鱼这边的优势还蛮大 但是泥巴鱼还是有个优点啊 就是炎崩的短能量能够稍微骗个盾 而一下下去对手先挡着了 接下来的话地震准备出去的时候对手换脚 西施海人上来 但西施海人间的配招是带着沙轿 所以当我们钢西减上 这边我们能够靠着抗性然后再进行出击 对手沙轿并没有快速点掉我们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最后一下炎崩差一点就能够出去了 反倒让对手西施海人目前想象还维持不错 那目前的话是加勒地区的双弹瓦斯上来 毕竟怪力本身格斗系的 带着空手批也打不倒这个西施海人 那目前西施海人出招数稍微偏慢 反倒被我们的加勒地区的双弹瓦斯浓好浓慢 只喷了三分之一左右血量 那目前的话算是优势比较多 毕竟气量上很足啊 能够完全抗衡双弹瓦斯的招式的角色比较少 而对手作为指甲是龙王蝎上来 龙王蝎的话 毒根二系这边要已经打他是平常 一下下去至少打一半 然后在他出招之前可以再补一下 直接让他残血 然后让怪力上来 毕竟双弹瓦斯在打毒枣是比较有优势的 好中途怪力上来对手挡招 怪力中途上来瞬间 对手来不及出招反倒我们的十字批先出去 刚刚开局是有补到两个空手批的 目前空手批的蓄能是9点 十字批35 所以只要四下就能够出击 出招数非常的快 等于说这一场对手的换角速度稍微偏慢 毕竟我们这边补了两个空手批 其实空间上来说是满足的 他如果中途让他的毒枣上来切到挡招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操作 他没有这样做 反倒让他的臭臭泥是吃到咒势残血 然后怪力这边还用一个炎崩 K到的毒枣都有残血 上对手的阵容是比较有优势一点 毒枣跟他的西斯莱人都有压制到怪力 只是他那个臭臭泥并没有抗衡到格洛西咒势 反倒我们稍微压迫了一点血量 让我们这边有一点机会 而最后这边双道马斯直接用 妖精之风把对手的毒枣K下去 最后看到龙王蟹这样要收工了 不过如果考量到第一只之外 我们这边泥巴羽确实有压制到对方 如果打你的话肯定会让毒枣 硬跟那个泥巴硬打 不会选择西斯莱人上来 不然西斯莱人上来超地震 实在喷得太多血量 也不见得有优势 把西斯莱人留着拿来打怪力 可能会更有优势一点点 好就下一场这样看到龙王蟹暗影版本的 但对手并没有练满 毕竟龙王蟹如果好体质要在高结封使用 需要使用蛮多的XL糖 并不是那么亲民的角色 但他虽然非常稳定 我们在前几天的影片中也有看到 那泥雀先巴比较少见 因为毕竟他的小招没有太多伤害 他终究得靠大招一出击 加上他目前的配招多数都是水溜一家的药碎 但水溜也出来 怪力比较脆的关系 还是喷得半血 蛮痛的 接下来对方不想要跟我们切齐中毒换脚了 卡普吉上来想挡十字匹 那我们这边也换脚 换上来是加勒地区的双弹瓦斯 双弹瓦斯打卡普吉其实没有到优势 但是总比你千里巴比来得好 就刚刚的操作上来说 怪力可以用一个盐崩出去 至少打一下卡普吉大概30%左右的血量 在这边的话 双弹瓦斯使用吸脑出去会更好一点 剩下来就可以用药金锋点掉 反倒目前的战局有点尴尬 虽然卡普吉在出招上没有到很快 但是我们今天配吸脑的关系 其实对于加勒地区双弹瓦斯来说 这边的弹性就比较缺了 反倒被对手卡普吉用冲浪给点下去了 接下来怪力上来还是补合个招式 所以一来一往的话 这边虽然选择换脚 但是因为双弹瓦斯没有压制到卡普吉 让对手有点空间 对手这边有点小失误 他应该要龙王歇上来的瞬间使用水流位 他并没有降座 刚刚足足有一梯的操作空间 并没有降座的情况下 反倒我们十四匹补出去还让他开蹲 而且尼巴一持上来 对手顶多一个水流位出来而已 还是会被我们尼巴射击给点掉 所以一来一往的话 这场最终要交给尼巴也去处理 目前怪力上来一滴血 还能够七脚挡招使用 而此时对手脚收会上谁呢 那刚刚上来的卡普吉也残屑了 最终结果是狗帕罗 狗帕罗上来的话 这边地震震道 确实能够打钢系的狗帕罗 其实对方毕竟也是格斗系 目前的战局是比较麻烦的 好那这边很真诚的 直接地震出去 看一下对手是否挡招 当然炎崩在打格斗跟钢是被双抗 但是对手并不打算赌一把 反正是直接开盾 中途想要来个七脚挡招 但是没挡到 比较可惜啊 尼巴也再次上来了 他这边同样能够开盾挡 这场可能比较遗憾的哦 因为地震出来之前 刚好对手狗帕罗 能够再补一个圣剑出来 那关键就在于 那一个七脚挡招没成功了 再来就是尼巴射击 在这一季的蓄能下修 确实带给这种带地震的角色 影响蛮深远的 不然地震早就能够补出去 收掉这一场了 好那进入下一场 这样看到了巨爪怪 巨爪怪目前的出招数 已经比怪力来着慢了 毕竟我们 十字批 四下空手批能够出招 比起原本带双倍奉还 早期的双倍奉还是五下 那你会在第二下的时候 输给巨爪怪的 尼巴射击加加农水炮 但目前状况就不一样了 反倒我们能够有一个先手的优势 加上比4NP的情况下 我们这边也能够压制一下巨爪怪 但论坦度的话 当然了怪力是比较脆的 哦对手换脚了 皮可西上来 用妖精来扛我们的格斗系招式 OK这边虽然被他扛住了这一下 但也不影响 接下来再多补几个气量上 同样挤到十字批 让我们的尼巴尾上来 避免等一下他一只巨爪怪 能够挤到降水炮直接出击 所以等下切上来瞬间 还能够压个CMP还不错 让对手选择没有属修的高速猩猩 打到我们尼巴尾 刚系有炕倒一半 还算是不错了 那尼巴尾这边算是绝对压制 皮可西没有问题 好对手再次高速猩猩 不知道为什么 他可能另外一招佩德斯会心犬 正常来说应该用属修的 月亮直立会比较好一点 好这边地震出去 尼巴尾在属性的优势上来说 还是蛮强的 虽然他的尼巴射击的蓄能下修 地震早期又被砍了伤害 炎崩在这一季也被砍 不过如果他在四合的位置中出现 还是蛮烦人的 而此时对手中途 让他的巨爪怪上来 想喷江湖水炮但差一点点 刚好这一位玩家切上来的瞬间 对手刚集到江湖水炮 反倒跟怪力切齐了 被这个死死匹补下去 很可惜啊 他刚刚应该都集到江湖水炮再进行换角 多上来那一个尼巴射击 变成了非常大的破绽 而最后一只角色是鬼龙齐拉蒂娜上来 那今天比较可惜 并没有带野牙还牙 只能选择炎崩 那炎崩当然的 对目前怪力来说 伤害量就比较弱一点 那也因为这一季炎崩的伤害量下修 很多怪力会带着监视攻击 毕竟监视攻击的数据还算是蛮漂亮 但监视攻击对于怪力来说 是要厉害卷才能办法洗到 比较麻烦一点 而且能量比较多 被对手挡住也比较麻烦 不过对手此时跳掉了 毕竟最后两只角色 刚好一只压一只 他是没有机会的 那刚来一个巨爪怪 切上来瞬间选择怪力上来 完全是抓住了对方 想要多弄一个尼巴射击的空档 是有掌握住 好就下一场这样看到的是喷火龙 喷火龙的话 这一季翅膀攻击的蓄能下修 大家有改代魂迅沃了 魂迅沃经过两次的攻击力的提升 其实目前的数据还算不错 但是终究对方的飞行 格斗能够抗 怪力本身还是有炎崩 能够双克对手的喷火龙 对手以防万一还是挡招了 那此时他出招 选择招式龙爪出来 但凭续气的话 这边我们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优势 但是并没有把招式放出去 让对手喷火龙先出招了 好对手龙爪再次出弹 那我们今天后出来两只角色 在打喷火龙都比较辛苦了 所以让怪力硬打算是可以的 那第二下的话 选择炎崩出去之后 对手是挡招了 接下来的话 对手来不及出招 反倒我们炎崩再次出去了 至少K到喷火龙还算不错 看起来怪力要打赢喷火龙的话 至少用一个10匹骗盾才可以的 毕竟虽然蓄能上市比较快 但是对手的龙爪 配合着火焰漩涡也不俗 而他的第二个角色竟然是贾赫冷娃上来了 而他中途准备吃10匹之前 换上的是臭臭你 上来扛 但臭臭你本身是平伤 伤害量还可以 接下来泥巴鱼绝对压制 看起来这场就结束了 毕竟最后一只的双弹瓦斯 妖精细能够抗衡对方的贾赫冷娃 而这边我们的钢跟地面的泥巴鱼 也绝对压制臭臭 所以在开局 虽然我们三只角色都比较难打喷火龙 如果是带翅膀攻击上一版本的喷火龙的话 要拿下怪力是没有问题 毕竟五下就能够使用一个龙撞 绝对是不输给怪力 加上翅膀攻击在属性上来说压制到格斗 但带火焰漩涡就比较尴尬一点 那在很早期翅膀攻击的蓄能还没那么强之前 其实也是有蛮多玩家 把喷火龙的小招洗成翅膀攻击 就是应付格斗戏那时候比较多的状况 南近期的话因为他蓄能下修了 多数玩家应该还是带回旋渦为主 让他少了一个属性打点是比较辛苦一点 好这边面对到甲热人蛙 这场又收工了 一个洗脑收拾掉二戏的甲热人蛙 最后凑凑泥被我们的妖精之风两下点掉 这场拿下 不过这场也多亏个怪力拿掉喷火龙 让我们后面的顺位刚好一直打一只 但如果相反过来可能这场就会输了 甲热人蛙是能够打泥巴鱼的 在凑凑泥去打加热地区的酸荡瓦斯 他也有办法压制 所以开局也是蛮重要的 好就下一场这样看到路卡利欧 这边算是属性上的压制 格斗系打你的钢 但是因为怪力的坦度确实偏弱 双方的小招伤害量 反倒没有差太多 但感觉对手的小招还是维持着双倍奉还 不然发进应该会有手掌的样子出来 发进在这一季没有改动 所以他序人会比起双倍奉还来得优秀一点 只是出招的空间是破绽比较大一点 但对手的小招选择增强权出来 想要跟我们用小招硬点 比较特别 好再补一个十字皮出去 对手竟然是硬保路卡利欧了 路卡利欧直接打倒怪力 这一幕好像似曾相似 看来卡通里不是乱演 路卡利欧真的是能够打倒怪力的 那这边对手直接把盾全部开了 接下来用双弹瓦斯来面对 然后用妖精中把他点掉 目前有一顿的优势 对手选择第二角色是波克吉斯上来的 波克吉斯的话今天比较可惜 同样没有在独招打妖精 只能选择平常打击而嬉闹 那一下下去至少能够打一半 会不会中途让泥巴鱼上来呢 对手喷了半血之后 那这边比较特别的是 这支波克吉斯的小招竟然是带空气盏 如果没有注意的话 想说为什么他出招那么快 好他选择原始之地出来之后 泥巴鱼上来 泥巴鱼此时上来 对手不换脚令人匪夷所思啊 毕竟他能够伤及泥巴鱼的招式喷射火焰 出招没有到几块 虽然他有带空气盏没有错 好原始之地再次出来 但是打我们上一辆几乎是抓痒 那炎崩出去 收拾掉波克吉斯做一只角色 结果是吉吉隆 吉吉隆带龙 这龙喜喷得很厉害啊 左右摇摆啊 很少看到吉吉隆啊 毕竟吉隆在大时间谋划 当然还是球蕾姆比较强一点 只能说类型太相似了 大家当然会选择体质上比较优异的球蕾姆就使用 那他不换角也算得理所当然 毕竟第二只妖精系的迦勒地区的酸荡瓦斯 俗性上绝对牙齿 最后一只的泥巴鱼这边也是抗衡岛 所以在开局 我们虽然看到路卡丽又非常惊人的 打倒了怪力 但在最后两只角色的绝对牙齿啊 对手完全搬不回来 我们是获胜 只能说怪力有一点尴尬啊 暗影版本的确实杀伤力是不错的 但是在高杰王大家的坦度比较优秀的情况 他其实很难打出那种压迫力啊 他要使用的话终究还是以超杰猛会比较适合他生存 是我目前感觉到的部分 好就下一场这样看到B一集哦 同样是格斗系 对手带着是二连踢配合着圣剑 其实在数据上来说是完全不输给怪力的 而怪力实实先吃了对方一招 对手是圣剑出来 挡了圣剑之后直接残血 如果是夜刃的话肯定更痛 然后这边一个十字批数据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对手的伤害量 诶 结果不到一半啊 哇 这一来一往 反而觉得怪力好像有点偏弱啊 虽然十字批配的这空洞P出招数 是比起他的二连踢加圣剑来得快 但是因为伤害量的差距 导致对方这边甚至能够二连踢帮我们踢掉 怪力有些尴尬 但是也没关系 双弹瓦斯上来绝对压制你 对手选择换脚 换上大力儿上来 大力儿上来 并没有选择嬉闹 反倒是想用狂回打出去 看一下能不能够逼老盾 但对手目前剩一盾啊 开盾的空间是比较少的 加上你也不知道双弹瓦斯到底怎么配招 如果你是配过热加狂回打 整体的伤害量就偏弱了 所以对手这边没挡招 剩三分之二 然后立刻再搏一招 所以在怪力输给那一只BG龙的话 目前的战况是比较尴尬的 因为等一下你一巴一上来 你一巴射击来打草系的BG龙是减伤的 所以你没办法靠小招 直接把对手给点掉 那双弹瓦斯很难再遇到BG 就要看他做一只谁了 好对手将嘴炮出来 这边竟然是我们把盾全部开光了 对手还中途换脚 选择雷吉斯奇武上来 哇这场好像走远了哦 另外怪力已经下场了 在泥巴鱼目前没盾 别用肉体去扛他的蒸汽弹啊 那目前还有个胜算 就是来一个切脚挡招 挡电磁炮之类的 实时切脚了 对手忍住之后才把招式放出来 这边有点遗憾啊 肯定是蒸汽弹啊 毕竟如果挡到电磁炮的话 绝对是非常大的优势 因为本身的属性 地面是有双抗电 那没挡到就没救了啊 因为吃到一个蒸汽弹 直接碰了半血 而且对手趁我们出招 稍微偏慢的情况下 又把招式放出来了 所以当初我们在 泥巴鱼跟雷吉斯奇武的对决 那也认为算是平平 主要就看起来没有骗盾的情况 但目前又不同了 因为泥巴鱼的出招变满 所以导致他要打雷吉斯奇武 真的变得很困难了 是目前泥巴鱼在对战中 比较尴尬的部分 好 进入下一场 这样看到的是闻香勇士 闻香勇士的话 对手带的小招 看起来不是泥巴射击 一双被奉玩的话 当然的蓄能也是下修了 那面对到怪力 双方又是格斗系的对决 谁能够获胜 目前感觉怪力 好像在格斗系面 比较弱一些了 那对手挡了一个十字皮之后 目前想象上有点少了 暗影版本的怪力脆上加脆 很容易被对手的小招 只要有点伤害就能够帮我们打下 而对手此时冰冻之风出来 请叫我们攻击之后 集到了两个十字皮 但是目前攻击一下将 能不能够打动这一只 弹度稍微有点硬的闻香勇士呢 对手以防万一是挡招了 走得非常保险 冰怪力的第二招 通常都是岩石或者以牙还牙为主 这两个招式来打闻香勇之后减上 那如果以快速出击 十字皮会是首要 但是我们今天影片看完说 另玩家会考虑把怪力的招式 十字皮改成竞争战也说不定 因为空手批的蓄能是9嘛 五下一集刚好能够使用竞争战 反倒比十字皮打的那血量 来得优秀许多啦 所以目前看起来 怪力配合着十字皮卢和高级的盟友 有点尴尬啊 那此时换角了 泥巴鱼上来 面对到龙王蟹 那这边属性上绝对牙子 没有问题啊 那一个地震出去 能够收拾掉毒系的龙王蟹 而且对手这边 看起来招式是没有带水流味的 所以可以浓好浓满 然后这边以下出去 对手没有盾就会直接下场 这伤害量是够的 然后再一次看温小武士 然后在他出招之前 把炎蒙放出去 让你的双倍奉还的蓄能 下降一点 还是对许多角色有影响 温小武士就算是受害者之一 那最后一只角色 是我们比较少看到的 赤焰跑笑虎 这跑笑虎竟然在高级王登场 虽然他二系确实在高级王登场 是比较好 但是他的出招 在伤害量或者是弹性上来说 比较尴尬 而且本身的弹度秒到很优秀 所以导致他算是在高级盟 虽然是可以用 但是算是冷门的角色 好了这场的话就靠着我们泥巴鱼 直接一打三成功了 看起来怪力 联魂像武士打起来都很辛苦 十匹的伤害量确实很难撼动 高级盟的角色 如果真的要配十匹 可能超级盟会比较适合他 好进入进了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对手是你有巨人 哇这边是绝对压制 幽灵系双抗格斗 再来是地面系有抗到眼崩 而且对手的你有巨人的小招指定非常痛 光击一下下来就打一半了 这边完全是不会赢 除非我们今天有配牙还牙要打到 但刚好没有配置 但并没有选择换脚的话 也是因为后面两个角色怕他的地面 有点尴尬啊这一局 这场人赢 几乎是上天保佑 好眼崩出去 结果对手挡招了 挡完招之后再浓一点 同样引崩出去啊 那此时的气量是没有及到以牙还牙的 对手肯定不会开盾挡招的 但对手这边竟然是挡招了 出乎意料之外 而且还是切齐啊 非常赚啊 如果他直接帮我们打下去 后面几乎可以窜起来 反倒这边有点空间哦 因为他没盾了 然后选择酸荡瓦斯上来 目前可以说有非常大的操作空间了 因为虽然他的子女还是蛮痛的 但至少他没盾 这边空我会打出去 二系打幽灵 一下下去也能够重伤对手 然后再来的话 对手铲血出大招 此时直接把双大马斯给放掉 毕竟很少 你有巨人会带地面系招式 所以他选择暗影拳出来 至少扛住了 而第二只角色是电龙上来的 电龙这边上来的话 招式虽然没有压制到 但作为一只泥巴鱼是有压制到你 然后这边他急到了 四发的伏特替换之后出招 肯定不是争气弹 是可以不用挡的 但借回玩家走一较保守 挡住了短短量的狂回答 而这首这角色竟然是突婴娜 这场运气不错哦 刚好两只角色 是我们的泥巴鱼能够克制到的 那这边眼崩出去 眼石器打你飞行 但是因为没有鼠胸 加上眼崩的数据 目前伤害量确实普普 导致打这个突婴娜 只打了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有点痒 而这首二只崩出来 其实双方的伤害量看起来差不多 这一场有点辛苦 那目前我们至少还有一个加热地区的双道瓦斯 能够拿来切脚挡招使用 或者是直接出招 都是可以操作的 然后对手的突婴娜再次出招 如果两个硬打 看起来双方算是平平 反倒突婴娜还有一点剩级 因为可以看到 目前我们想要上剩三分之一 对手还有一半 好中途切脚了 结果是双道瓦斯上来 直接补一个吸脑 对手这边大意的 只要洗脑 必然的 这个突婴娜就残血了 没办法做太多事情 剩一滴血之后 能够用了尼巴尾上来 补一个尼巴射击收掉 最后再用一个地震 去打那一只电龙 这一场竟然是逆转生了 只能说这一场对手浪的蛮大的 他的那一个拟友巨人 在那边开盾 然后又把招式切起出 只要浪费到能量 半腰收拾掉后面两只 可以说轻而易举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我们今天看到暗影怪力 在目前的高结盟对战之后 玩家们应该能够感受出 虽然空手P有高蓄能的提供 但是配合着十字P 其实伤害量来说 是有点偏弱的 没有办法提供给对手 非常好的压迫力 加上本身比较脆的关系 导致他在对战的稳定性 并不是特别好 那如果真的要改善的话 可能把十字P改成近身战 会让怪力更有压迫力 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改良方式 所以玩家如果想要在高结盟 尝试暗影怪力的话 不妨可以从招式进行调整 再测试看看 那最后的话 我们要再次感谢 这颗玩家提供精彩对战影片 给玩家们当作参考咯 我们下部影片见 我们下部影片见